如何给PS5添加内置硬盘 毕竟图态硬盘价格太香了 做个教程给各位新手同学参考 这次用的硬盘是我们中国牌子达默的白羊座 2T的容量带独立缓存 它用的是国产长江存储颗粒 国产应刃IG5236主控 PCIe 4.0 还有SLC智能缓存 官方说读取速度7000Mbps 写入速度6000Mbps 售后质保5年或者1400TBW 好 下面我们正式开始 第一步先拆PS5面板 友情提示一下 给PS5安装内部的SSD硬盘 是不影响PS5保修的 首先我们用硬币拧开底部的螺丝 然后拆掉侧面板 我认为这一步难度最大 需要用点巧劲 而且要注意用力的方向角度 我们拆的这侧面板 带光驱的那侧面板 就是不带PS标志的 我们要找到光驱的对角 可以双手抓住PS5 用拇指往前推 往光驱的方向推 向前向上 拆掉侧面板 固态硬盘的位置显而易见 非常好找 首先我们用螺丝刀卸下金属片 里面就是PS5预留的固态硬盘扩展插槽 第二步安装硬盘 PS5内置的SSD插槽 它对硬盘有一定的要求 PCIe 4.0 NVMe协议 M.2接口最大支持4TB的容量 这套硬盘标准在2020年 那可是相当高傲的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寻常百姓了 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如果你买硬盘的时候 拿不准这些规格参数 买的时候问一下商家客服 问他这款是否支持PS5 在这我强烈建议各位 一定要给这个硬盘 加装一个散热片或者散热马甲 因为这种像内存一样 小片的固态硬盘 看着很柔弱 其实速度非常快 发热量很大 哪怕是一线大厂的品牌 像这种硬盘也得加装散热器 我用的这块硬盘是达默的白羊座 买的时候各位问一下客服 一般是送散热片的 但是我这个没有 我现在用的这个散热片 是我之前给电脑买固态硬盘的时候赠送的 估计也就一二十块钱 还送了两个皮筋 让我弄丢了一根 只剩一根 把硬盘插到PS5插槽里面就行了 插进去之后 硬盘的另一头会翘起来 这个很正常 再用螺丝给它固定一下 这样第二步就完成了 第三步是盖上面板 这步是第一步的反向操作 我们注意看 拆掉的这个板子的这个角 它有两个卡子 我们看看 下次就知道怎么用力了 硬盘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开机 PS5会自动识别到这个新硬盘 提示格式化 格式化成功之后 会自动测速 这块达默的白羊座显示的是 6530Mbps 这个速度还是不错的 然后进入硬盘 看硬盘容量 显示的是2.05TB 下面我们实际测试一下 这块硬盘在PS5上的 真实写入速度 我做了两个测试 第一是先把PS5系统盘里的 两个游戏 合计50.74GB 给它转移到2T的达默白羊座 硬盘上 耗时44秒 第二个测试 我们一次性多转移几个游戏 到这个2T硬盘上 这一堆游戏 合计193个G 转移时间 耗时5分20秒 一般固态硬盘的厂商 声称的这个 7000Mbps读取速度 和6000Mbps的写入速度 都是连续读取 和连续写入大文件的速度 是理想状态 将测试出来的 但实际上 每个游戏里面的文件数量不同 文件大小不同 实际速度会有差异 我上面测试的数据 仅供各位参考 视频的最后 说一下各位比较关心的问题 那就是独立缓存和品牌选择 ps5并没有要求 你的硬盘必须带独立缓存 有独立缓存的硬盘 成本会高一些 硬盘带独立缓存的好处就是 在大容量数据传输的时候 表现会好一些 那为什么 目前有些硬盘 带和不带独立缓存的价格 会差不多呢 这可能和品牌有关 而且和使用的主控 和颗粒有关 有的硬盘用的颗粒 是新一代的技术 价格会贵一点 温度会低一点 但是没有独立缓存 有的硬盘带了独立缓存 也许用的是老一点的技术 温度高一些 但价格便宜 具体你买的是 哪个品牌的哪个硬盘 以及它使用的是什么方案 各位可以到网上搜搜 相关产品的测评 下面说品牌 我认同一分钱一分货的观点 但是要加上时间这个维度 比如去年三星980 Pro 1T的版本卖1000多 现在降到了599 货还是那个货 价格腰斩了 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论是大盘还是小盘的 固体硬盘都很便宜 各位如果有自己的偏好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预算 买自己喜欢的就行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参考